好几年以前 在马特洪峰山脚下的热马特小镇 阿尔贝死了女人 他女人给他留下了一个16岁的儿子 雷阿死了丈夫 他身边也有一个和阿尔贝的儿子年龄相仿的男孩 阿尔贝和雷阿是在和尚队里认识的 因此雷阿下午经常到阿尔贝那里去 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了许多年 两个孩子都找了个老实的姑娘结了婚 并且两个姑娘还是表姐妹 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 一起采花 采蘑菇 一个邀请父亲 一个邀请母亲 全然不知道两位老人家 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 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因为表面不曾看出来的感情 深深地历透着彼此书信间泛黄的性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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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